就像台北的东区 因为有许多国外的品牌都加入了这个商圈 例如星巴克、麦当劳 那这里还聚集了七间银行 更有加码百货 加上不便利购 还有两家知名的富有中心 那因为这里呢 就是凭借着比较优渥的地理条件 和生活技能充足的优势 所以这里就形成了在地知名的长庸商圈 长庸路东侧为南港子重化区 是卢州目前最新的重化区 卢州的公园绿地 其余如国中小学、课书馆、国民运动中心 都是在这一区 知名度相当高 区内最旧的乌龄大约15年 以大楼为主 早期还有些许的别墅产品 近期乌龄7到15年的大楼成交价在 每平45到48万 是卢州平均房价最高的区域 长庸路以西则是辉瑶重化区 是为了安置土地被征收的二重书红道 搬迁户而重化 是卢州最早推出的重化区 因此向道较小 让生活技能完善 长安街、中华街都有不少小吃商家群聚 辉瑶比南港子重化区便宜 但房价混乱 大楼从每平33至41万元都有 早期辉瑶房价便宜后 因南港子房价上涨 加上辉瑶大楼公社比仅10到15% 较南港子34、33%公社比低 而辉瑶大楼三房还车位总价 辉瑶大楼公社比较1400到1600万元 长龙路就要2200万元